剛才就是阿亮的香港人 和執行徒 撿團拜託 採訪 逐減 戰略 英文文教育哨 活動 雷維留 檢查 拍 打開冷藥 雷維留 佳林文文維留 白絲 影響 生日期 到马来西亚去宣传我们教育铺浪课 所以他赶不回来 所以今天晚上的课由我来代班 一样我们今天晚上 请邱文胜邱老师 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这个冷冷系列的一堂课 那之前邱老师的课都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紧凑 所以一小时的时间都不太够 所以我这边就不要讲太多的话 我们接下来的课程 就交给我们文胜老师 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旁边提问 那我会邱老师跟我看到的时候 就会邱老师会跟大家回答问题 那后面进来的 就是各位铺友 就麻烦大家先静音 如果提问我们就用那个 文字的方面来提问 那接下来的课程 我们就交给文胜老师 请文胜老师谢谢 好大家好 那我把画面就切过来了 好 各位现在有看到我的画面 我今天 今天要讲的内容比较一般般 就是我们一般在学校 当那个网管 尤其是出任的时候 都会遇到的问题 那在学校当网管 大部分都会需要检修学校的电脑 那或者是跟资讯类相关的设备 的处理 或者是甚至采买的规划 那我今天就分几个部分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首先是采买的部分 一般我们买电脑的话 不晓得各位 县市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规定 像我们花莲线 花莲线的电脑 是要六年才能报废的 那所以一般我们在买电脑的时候 我自己的规划 会是在预算里面 我会买到最高级的CPU 最高级的CPU 因为你在共同供应区里面买的话 它不太可能帮你设计 就是你想要的配备 那所以我在共约里面会买到 就是用我的额度 去买最高的CPU的等级 然后至于那个 我们常会用到的 SSD或是外加的显卡 或者是记忆体要加的话 就是另外再找钱来买 然后买的时候呢 我们都尽量会买通规的 就是一般的桌机 因为这样子即使过了保固期 你要找零件都很方便 就不会去买那个小型便当型的电脑 或是比较特殊规格的东西 这是买电脑的时候的注意状况 那一般我们电脑的种类 买电脑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买给行政文书用的话 那最便宜的赛阳就可以了 不要买到那个ATEM的CPU的 其实就蛮不错用的 因为行政文书行政的部分 大概就是打打字上上网而已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需求 那至于办公室 至于那个教室里面 因为老师都会播放一些多媒体 那所以最起码要Penten 4 或者是到I 3 那也是双核的就可以了 一般双核的就可以 那其实也还不需要用到4核 就是I 5以上 那可是如果你的工作里面 有需要做剪辑 或者是需要像现在很多3D绘图 创客会用到3D绘图 或2D绘图的部分 那其实还是建议要买 就是4核心 I 5以上 然后晶体大一点 那还要容量稍微大一点的电 这是一般我们的建议 那不管你是哪一种 最好都把那个系统叠 吸叠的部分 最好都换成SSD 那SSD不用大 大概就现在买得到的 128G的就可以了 不用买很大 因为系统叠 大概就是Windows装好之后 装一些软体 然后 大概30G左右 那个软体装好之后 大概30G左右 剩下的空间 其实就是你的桌面 桌面存东西的空间 或者是他Windows运作的空间 那其实是够用的 然后另外如果买笔电的话 就是 其实最近的一个心得就是 因为最近 掉出之后常要外出 那所以我还是觉得那个轻薄跟续航力很重要 如果你电可以撑八个小时 其实你出去就不用再带个电压器 然后因为年纪也大了 那个画面大很重要 因为这样字才看得清楚 那所以我都 如果是以我这个 40几47岁左右的年纪的话 你要买的话 尽量就是画面不要低于13寸 但是大于13寸 14寸 15寸又会觉得 有点笨重 所以大概还是13寸会比较合适 然后如果你需要 打很多的字的话 其实键盘的顺手很重要 因为我知道像那个华硕的 它的按钮跟红击的按钮就不大一样 它最左边 那个control的位置就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 如果键盘不顺手 常会按错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蛮重要的考量 那所以我们一般买电脑的话 很多老师也会 会来问 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考虑 那这个采买的部分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其他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目前应该没有其他问题 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会 所以一般我们买电脑买回来之后 或者是说我们要重新安装电脑的时候 都会遇到一些系统的安装的问题 那通常我们的步骤是这样子 通常就是先把系统Windows装好 装好之后再会装一些防堵 或者常用的程序 然后还有驱动 驱动程序这个部分 那这些都好了之后 基本上电脑就可以正常运作 然后最后如果你比较害怕老师常常会把电脑系统给搞乱的话 最好做一下系统的备份 然后做完备份之后呢 可能还原设定再做一下处理 然后最后看要不要做烧机测试 所以帮我买新电脑的话 我都会做这几个部分 那系统安装的部分 大概各位老师应该也蛮常接触的 现在以前用光碟安装真的是很痛苦 现在有那个随身碟就可以把Windows装在里面 那所以我们现在装 装作业系统都是用随身碟 那如果你用那个SSD当系统碟的话 那用随身碟来安装的话 其实一部电脑大概半个小时 系统一定装的完 系统装的完 那接下来就是一些驱动程式的问题 那所以系统装完之后 一般来讲我们会先把网卡驱动 那以前会你刚买电脑的时候会有一个光碟片 那光碟片里面会有一些驱动程式 那不过通常那一片只有第一天你装系统装完之后 那个光碟片大概就丢了 那所以之后如果要重灌的话 通常我们是上网去下载 那早期我们必须要连到官网 官方网站然后用你的主机板的型号 然后去找到那个电脑公司提供的所有的驱动程式 然后一个一个下载 那时候蛮麻烦的 那后来我们现在的安装的方式 是透过那个代理程式 那代理程式他很聪明 他自动会去找到你这个主机板 或者你这个notebook 你的桌机的型号 然后就会帮你把所有的驱动程式给抓下来 那所以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要电脑能够上网 那所以如果你的Windows装好了 你的网卡就可以用的话 那就恭喜就很幸运了 就可以直接装代理程式 那如果说你Windows装好之后 你的网卡还没有驱动 那你就要先把那个网卡给驱动起来 那到底有没有驱动 其实我们一般都是在那个电脑 电脑本机这边按右键 这里有个内容或者是管理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装置管理员这边 可以看到所有装置的驱动的概况 所以其实如果你装好电脑之后 我们是要来这边看一下 看一下那如果像这样子 这个图案看起来都很健康 没有惊叹号问号 没有奇怪的符号 那通常这个就是驱动程式完全是OK的 那如果说你的驱动程式有问题 它就会在那个选项上面 会出现问号或者是其他的符号 那像网路卡 所以我们一开始Windows装好之后 我们都会先来看网路卡有没有起来 那网路卡如果能够正常运作的话 那接下来其实就很好处理 那所以如果你的网路卡第一次没有起来的时候 那比较麻烦的就是你要先去别台电脑 有上网的电脑 然后先去找到你的网路卡的驱动 找到你的网路卡的驱动 那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你的notebook上面的型号 或者是主机的型号 或者甚至你能够看到那个主机版的型号 然后直接上网去去找 比如说 比如说你到 我们通常都是到官方原厂的网站 然后通常会在资源 资源的地方 然后去把你的那个型号 打进去 那就可以找到那个网卡的驱动 那或者是我们刚刚讲这边 我们现在通常会用代理程式嘛 那代理程式它通常会有两种版本 我们举例来说 我现在找假设我用驱动人声 它通常会有一个是带网卡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不带网卡的 这是它的官方网站 那你就会看到一个标准版 标准版就是没有带网卡的 然后网卡版呢 就是它会把大部分的网卡的驱动都收集在里面 所以你只要装了它的这个版本 其实大部分的网卡它都抓得到 那就会有网卡的功能 所以看你 所以假使 假使我们用比较简单一点的 假使它不是专业的网管 然后也不知道官方网站怎么找的话 那其实你就是直接找代理程式 直接找代理程式 然后选择那个网卡版的 网卡版的 这样子你的网卡就会被同时驱动 然后其实我这个防毒 就是网卡如果确定有驱动的话 那防毒跟驱动的安装 其实谁先谁后 其实没有差很多 没有差很多 那所以我通常比较害怕的 比较有安全意识的 我通常会先装防毒 那可是防毒 我们一般除非你线里面 有买那个授权版的 不然的话一般我们也是都在 那个网路上找免费的 那个小雨伞或是Avass 这几个都还蛮好用的 那虽然它是免费的 可是其实跟那个 付费版的功能也不会差得太多 因为会中毒的 都不是防毒软体的问题 都是使用习惯的问题 那所以其实基本的防毒就够了 那这个防毒的部分 也可以在我们待会讲 这个NINIT这个 NIT这个网站 去做勾选下载 所以这个步骤要不要先装 其实也无所谓 那接下来我们讲重点的部分 现在其实很多学校当网管 它其实都不是专业的网管 或者是说它以前就没有经历 甚至有的老师 代课老师那也不太会电脑 但是就被派到当网管 那这时候我们这个代理程式 就会对它非常的方便 那网路上有很多代理程式 比较常见的 像那个驱动人生 或驱动精灵 然后还有其他的 像前两天 那个比如泰东 在网路上分享 那个Driver Easy 那其实这两个不是 没有那么好用 Driver Easy跟万能驱动 没那么好用 那我个人用的比较习惯的是 驱动人生 驱动人生 然后一个驱动天使 已经商业化去了 已经商业化去了 然后这两个 其实都是对岸做的 对岸做的 所以你在使用 我们在使用上 有一些事情是要小心的 待会会跟各位来做说明 那我直接用电脑 用另外一台电脑 来跟各位做说明一下 就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那所以换句话说 你Windows在装好之后 它可能有很多驱动程式 没有上去 那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直接抓代理程式 直接代理程式 你这个代理程式 可能要在别台 已经有网路的地方 你抓好 或者是放在随身别 只要安装它就可以了 好那我 我先讲一下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性 它就是安装的时候 因为都对岸做的 所以它可能会有很多 外带的外挂 那这些外挂可能会蛮困扰的 所以我们在装的时候要小心那些外挂 不要勾悬的时候要注意 那另外就是如果你本身网路卡没有驱动 那你就可以使用汪卡版的 这两个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我直接就示范给各位看一下 好这是我另外一台电脑 不过它按键有点接触不了 好那通常你下载 这个原厂网站都有的下载 那所以各位只要用关键字 用关键字去搜寻就可以了 那我先来讲一下那个驱动人声 好这个装好之后它是 它会常驻在你的电脑 电脑的那个右下角 常驻在电脑右下角 然后它 它就会出现那个立即体验 其实它功能蛮多的 就是一般的 它会先扫描你的机器 然后就会知道你的电脑的型号等等 然后会知道你的驱动程式需要哪些 然后会去比对 你电脑里面现在有的驱动程式 然后就会给你建议 然后像这个驱动人声 跟驱动精灵 它都会有一个一键安装的功能 也就是说即使你看不懂 那个是什么的驱动程式也没有关系 就是按一键处理 就撒瓜按键就可以处理 所以它会先进行扫描 这个有繁体版的 繁体版的版本比较旧 它少会需要一点点时间 不会很久 那我稍微讲一下 它的安装的部分要注意的 当你下载好它的驱动 它的那个程式之后 比如说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驱动人声 驱动人声 好 我们在点安装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要特别注意的 它的版本每次换的时候 那个画面都会变 都会变 但是你要去特别注意到 它要安装的时候 它一定会有一些 可能藏起来的按钮 比如说你看到的可能是这个样子 它收掉 收掉你就看不到 你一定要把那个自定义打开 它就会出现 它要装什么的详细内容 然后像这个 像这个设置Hello123为首页 这个请你一定要把它拿掉 如果你忘记拿掉的话 不好意思 另外一台电脑的按键 有点接触不了 好 如果你忘记把它拿掉的话 你这到时候装了之后 你的浏览器打开 全部会变成Hello123 这个就很麻烦 所以请记得这个一定要勾勾要拿掉 那其他的就看你的需要 然后好了之后就直接安装 这样子就比较不会安装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好 那这是安装要注意的事情 好 那接下来它扫完之后 它就会跟你说 你的电脑 有哪些驱动程式是需要修正的 需要修正的 就像这样子 好 那另外一个驱动精灵也是一样 我把它打开让各位可以比较一下 然后今天扫得很慢 好 然后 好 它这边扫完之后 它这边会出现一个 我让它重扫一次好了 觉得怪怪的 然后他们有的会打架 好 有的软体会打架 好 它扫完之后 通常这边就会出现 你需要安装的驱动程式 它会跟你说 你的设备正常或不正常 那如果是正常设备 它也会跟你说 你现在用的版本是什么版本 然后 是公版的 还是那个厂商官方版本 然后或者是可以升级 或者是其他的状况 那通常我们会在这边做打勾 如果有很多样 你就把它打勾起来 这里就有一键安装 那一键安装 它就会全自动帮你处理好 你就根本你不是 不是专业的网管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看得懂 我把它打勾全起来 安装就可以了 所以当我们在 所以当如果我们电脑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是会先 先看一下它的驱动程式 就会发现说 哪里有金汤号 哪里有问号 比如说是音效 那我就会 我就会先用这一个 这个驱动人声 或者用驱动精灵 去把它打开 然后检查一下 它有没有新的 这个音效的驱动程式 那如果有的话 我就会直接把它换掉 换掉之后 再重开机 看有没有解决 那所以这个 它可以帮你做安装之后 Windows安装之后 它的驱动程式的安装 那另外在 在那个第二个项目 驱动管理的部分 它会顺便跟你讲说 你的驱动 它可以帮你的驱动程式 做备份 那做备份 就当有时候 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状况 就是新的 新的那个音效卡 它的驱动程式是有问题的 所以当你做更新之后 发现反而没有声音 那这时候呢 你就要从备份这边 把它还原回去 从备份这边把它还原回去 所以这边可以帮你做 那个驱动程式的 备份或还原 然后这个外设驱动呢 指的是 你除了本机 电脑本机的 晶片的那些驱动程式之外 你外接的东西 比如说你外接的一个 网路摄影机 或者是你外接的一个USB 或者是蓝牙装置 或其他的印表机装置 它都可以帮你找得到驱动 所以有时候可能拿了一个万年的印表机 想要使用 结果你不知道驱动程式在哪里 你就把它接上这个电脑 然后直接开 直接开驱动人声 它就可以帮你抓到那个驱动程式 甚至Arduino好像也可以 那个Picot Board也可以 就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或者是那个无线网路卡 无线网路卡 如果拿过来也不知道它的型号是什么 你就把它插上去 直接做那个机器驱动程式的搜寻 它就会帮你找到 那找到之后就可以直接安装 那如果那个驱动程式是驱动有问题的 它这边就不会打勾 所以这个真的找驱动程式很方便 在这边 好 那所以这是它的大部分的功能 那另外它会带一些 像其他的软体功能 比如说 当然它这边介绍的都是对岸的 对岸的一些常用的软体 我是建议各位就尽量不要装 尽量 对岸的软体就不要装 就尽量 因为其实好像会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 好 那这个是驱动人声的部分 驱动人声的部分 那我们把那个驱动精灵也打开来看一下 好 那驱动精灵是这样的画面 所以一开始就很简单 就看到立即检测 你就把它按下去 它就会全部都 全部的设备的驱动程式都检查 那通常你如果有的它是付费的版本 那它就会有比较好的服务 那如果不是付费的版本 那也许就把那个一键安装的功能给藏起来了 那你这时候就必须要 你发现这一项有问题 你就要直接去一项一项做处理 就要一项一项去点就对了 那这样子反正这样子的方式也可以去处理完你的所有的驱动 那一样驱动管理这边 它也会跟你讲说你现在的版本 然后外面最新版的版本是什么 那你是要升级呢还是要怎样 都可以去做处理 像现在我把它勾起来 如果这些都打勾 然后这边还是会出现一键安装 所以对我们那个对比较不熟电脑的人 不会维修的人其实这帮了很大的麻 然后另外它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如果它侦测到你的电脑有什么问题的话 在这个项目里面它会出现 那软体管理这边它可以帮你做 也是一样安装一些他们对岸常用的软体 那我们就尽量不要用这个 然后驱动经营它另外还有带 那个清理电脑的功能 就是平常我们都用 我平常是习惯用这一个 Glay Utility 或者是那个Clean CC 那个来清电脑的垃圾 因为Windows开久了 那个垃圾会很多 电脑会变慢 所以我们通常会做 偶尔会做一下垃圾清理 那这个就是直接按就可以 那另外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百宝箱 这个百宝箱 那百宝箱它这边我们最常用到的就是 各位常常使用班级教室的老师 它可能有时候下载一些奇怪的东西 或者是不小心按到某些奇怪的网页 然后它的浏览器就会被改掉 那这个工具它很棒的地方就是它 可以把浏览器做锁定它的网页 在这个浏览器设置的地方 这个地方 假使你的浏览器被改掉了 比如说现在 这一台应该是有被改掉了 这个IE你把它打开 然后你发现打开之后 它会直接进到那个对岸的网站 你看它就变成跑到土吧去了 这个通常就是老师有去下载一些 安装一些软体 然后没有注意到把那些勾勾拿掉 所以它的那个首页就会被 被这些奇怪的网站给锁住 那这个时候即使你去 把那个浏览器的首页 做重新的设定 其实也没有效 完全没有效 就算你把浏览器还原 还是没有效 这时候我们就会用类似这样的软体 这个地方有没有 因为它已经被锁住了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它解开锁定 然后我们自己去找我们要的网站 比如说自己打号 好吧 不好意思 这个电脑 按键不太灵光 好讨厌 好讨厌 好 我拉上面先不管它 没关系 我就跟各位直接讲 我不要key 就直接把你的网页打上去 打好之后按立即锁定 那这时候你的那个浏览器的主页 就会被锁定在这个网址 任何软体都不能改 如果有任何软体想要去改你的首页 它就会跳一个视窗出来 就会问你能不能改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软体在这个部分 其实是蛮好用的 蛮好用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特别跟各位提一下 好那另外还有 好 先这样这个部分 好所以这个是驱动精灵的部分 好那所以通常我们 不管你是用驱动人声还是用驱动精灵 都会有这样子蛮好用的功能 就直接把你的驱动绳次给处理掉了 然后另外在驱动人声 它里面有一个 它的那个工具箱里面 它有一个叫做 以前叫360Wi-Fi 那360Wi-Fi 现在因为它那个太好用了 它拿去变成一个商用的版本 要卖钱 它卖一个随身碟 那现在叫做 现在提供的免费版本叫160Wi-Fi 那只要你有无线网卡 那你的网卡有支援那个AP模式的话 你把这个软体打开 你的那个电脑就可以直接变成一台基地台 可以直接变成一台基地台 然后效能还蛮好的 效能还蛮好的 这个是它的一些特殊功能 那驱动精灵这边 就是你驱动精灵你在下载的时候 驱动精灵它会被 Clone当作有问题的软体 所以当你下载的时候 你下载完之后 这边会不让你使用 不让你使用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所以它会被Clone会挡住 然后可是它里面真的还蛮多东西蛮好用的 它的手机助手 之前 袁珍在介绍那个AR VR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用那个应用宝 应用宝里面有手机助手 它直接可以跟电脑连线做那个手机的投影 那也可以跟电脑手机跟电脑互相沟通 然后把它传那些档案文件之类的 或者修改里面的电话簿等等 这是蛮好用的功能 那包括它驱动精灵也有工具箱 可以处理那个浏览器首页被锁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它可以修补微软的漏洞 那你知道Windows装好的时候 那个后面漏洞是摆开的 就算你做系统更新 更新到最新 其实还会有蛮多漏洞的 那它会这个功能会帮你把所有的漏洞都补起来 但是会不会自己开后门 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不要问我 通常很多线网会建议你不要装对岸的软体 那各位就自己看着办 好 那另外这两个就不好用 我就不再介绍了 所以这是我们一般 在装驱动软体的时候 驱动程式的时候 现在目前最好用的是这样子处理 那所以现在很多亲戚朋友 如果请我帮他重灌电脑的时候 我就不会再像以前这样去到原厂网站 一个一个慢慢找 这样很费事 我就直接用它 然后就会把所有的驱动程式都装好 那装好之后呢 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装那个防毒跟常用的软体 常用的软体 那防毒跟常用软体以前也是一个一个去下载 或者下载好放在随身碟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这样装 那上次我们在前几次的演习里面 有稍微提到这个minity 那我再做一次示范 那它是一个网站 各位直接用关键字去搜寻 那这个网站呢 它把我们常用的一些外挂 或者是多媒体的东西 或者是office文件的东西 那或者是防毒也有 远端遥控它都有 它把常用电脑几乎我们会用到的几乎都把它放在这边 那你要装这些软体以前一个一个装 那现在呢 只要把它勾选起来 然后它就会全部一次帮你装到 那所以像常用的浏览器 克隆这一定会装的 那或者是防毒软体 看你要装AVAS还是小雨伞 那防毒不要装两个 防毒装一个就好 装一个就好 所以你要选一个就好 然后这个是那个 扫描那个乳虫跟木马的 这个蛮强的 因为听说这个以前是就是做乳虫跟木马的 好 那如果你装了两个防毒 你的电脑就会很大 就会很大 那所以如果你们去检查班级电脑 老师说他电脑很慢的时候 第一件事 先看他是不是装了两个防毒 那通常有的老师会去抓到对岸的什么毒霸 什么之类的 然后又装了一个本身学校装的防毒 就会变成两个 就会当得要死 所以这个部分就请特别注意一下 好 刚刚有断掉吗 好不好意思 刚刚刚断掉了 你的网路有断掉 不好意思 刚刚那段可能要review一下 讲到从哪里开始讲 讲到防毒不要装两套 OK 那也没有断掉多少 就防毒不要装两套就对了 所以学校一般学校老师网路会慢 通常有的是不知情的情况下下载某些软体 然后就把那个对岸的那个什么毒霸 什么就把它装上去了 就会造成有两套防毒 两个就打来打去 就会变很慢 那所以像还有一些像我们常用的就是 Tinview远端遥控 如果你当网管 你那个班级电脑的一定要装这个 这样会对你会比较方便 然后这个就是免费的光碟烧录 或者是做虚拟光碟的 把那个片子压成虚拟光碟档案的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轻电脑垃圾的 Gray 轻电脑垃圾的 然后这边就是一般音乐的播放器 那我们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做音效剪辑的 所以如果你有在玩音效剪辑 或教小朋友的话 这个蛮好用的 然后这个Codec 就是大概网路上大部分的影片的格式 不管你从哪里下载的任何格式 只要你装了这个解码器 你的MediaPlay就可以播所有的影片 就不用再去装其他的 什么G.O.E. 什么Lily Coco的解码器 所以只要装 不用再装其他播放器 就装解码器就可以 然后这边还有像 如果你有在用Dropax的话 或者One Driver 或者Google的那个同步 那这边Round Time这边 就是很多的一些外挂 比如说你玩PHET 就会用到Java 然后像我们玩Squatch 会装到Air 然后有些人玩股票的 会装Shark Wave 所以其实这边 我会全部勾起来 这五个全部勾 不管你玩什么 需要什么外挂 这边就全部都装好 然后另外在影像这边 Blender是3D 3D的 然后这个是2D向量绘图的 这个也是做那个向量 这是做那个影像处理的 然后这个是我很喜欢用的 上次跟各位介绍过的 那个处理管理照片的 然后这是我们现在做的向量绘图 做雷切 这些3D都很好用的 Inscape 然后还有大家最常用的压缩 解压缩 所以这些都打勾之后 打勾之后你只要做 打勾之后你只要按这一个 Get Your Anunity 点下来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执行档 那这个执行档 你只要点两下安装 它就把刚刚你上面 那些勾的所有的东西 一次装到完 不会再问你任何事情 所以你就是去喝 喝茶看报纸什么 回来 看你勾多少 它就全部帮你装好了 那所以换句话说 以前我们那么多复杂的事情 装驱动 然后装各式各样的软体 那其实现在只要用代理程式 代理程式把驱动都装好之后 再来就是用Ninity 把防毒和那些常用的软体 包括Office 那些PDF的编辑器 它都有 就可以把它装起来了 那到这里为止就几乎老师们常用的 就都已经解决了 都解决了 那所以现在当网管比以前幸福多了 好 那刚刚那个 刚刚有讲到这个 因为刚刚还在下载 好 这个部分 刚刚讲那个驱动精灵 它这个因为会被可用判定 它是有安全疑虑的 所以它会在这边出现 那个封锁的地方 那如果你还是要用的话 你要从全部显示这边把它打开 然后它这边就会出现说 这个被封锁 那你只要按保留 它才能够留下来 不然的话 你会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档案 它可用也不让你把它抓出来用 好 那这各位就自己决定了 我也不能帮你决定了 好 那所以再来其实就是 就给老师拿去用了 可是如果你发现那个老师 经常会把你的电脑给弄坏 一下子Windows挂掉 一下子什么软体不能动 或者一下子又中毒 那这时候你就要记得 帮他做系统备份 那系统备份的话 如果电脑教室 我们会用那个软体的即时还原 或者硬体的即时还原 那如果是老师行政用 或教学用 其实用那个就很不方便 因为还没安装到适合他使用的阶段 所以我们通常会去做那个建立系统印象档 或是做还原点 那系统印象档呢 在你的那个附属应用程式里面 附属 这个Windows Windows在哪里 在这里 应该是这个或 附属应用程式 在这边 我就换一筹 好 没看到 好 那就各位再找一下 那个 如果是Windows 7的话 就很好找 在那个附属应用程式里面 它会有一个建立系统印象档 你就直接把整个C 把它复制一份 到你的低碟或其他的磁碟机 那有问题的话 直接做还原 这样子反而会比较快一点 那可是如果你的电脑有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比如说你还要装EasyGo 装其他的多开机的系统 那我会建议你整颗硬碟做 那整颗硬碟的话 Windows的还原系统没办法做 那以前 用那个Ghost嘛 现在也没有Ghost了 现在都用Coloneda 这个Coloneda 网络上有做随身碟的方法很简单 那所以我们就是把它 拿一个那个USB小小的随身碟 把Coloneda装进去 用它来开机 那它就可以做那个 整颗硬碟还原 或者是 Partition还原的动作 它什么系统都可以用 什么系统都可以用 所以这个蛮好用的 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是网络上可以看得到 或是我们之后再开课 那所以通常到这里 就几乎就万无一失了 几乎就万无一失了 那通常如果我是新买的机器的话 我要简单做一下烧机测试 那烧机测试 这一个是免费的 Burn In Test 各位就自己上网去Google 我看我装的还在不在 好这边装的不在了 好它就会帮你做 所有的设备的测试 所有设备的测试 它免费版会做 15分钟的烧机测试 它就一直帮你测 通常这个阶段 如果15分钟测得出 有没问题的话 测出来那就OK没问题 好我们剩4分钟 糟糕了检修不够时间讲 好那我很快的view一下 好这个电源部分 各位应该没问题了 通常接触不良 那如果是电源供应器的话 我们就会换到另外一台 做交叉测试 那机体的话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 我们通常就会怀疑 机体可能有问题 那简单的方式 第一步就是先把它拔起来 用橡皮擦 把它的金属接点 把它擦一擦 那通常会把氧化的部分 给处理掉 那如果还不行 我们就会用 这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随身碟 应该说它是一个软体 然后它必须要用 随身碟开机 它才有办法测 那以前早期EasyGo 里面有内涵这一个 但是后来 比较新的电脑 那个软体都出不来 你要装比较新版的 那网路上有 这个它的程式可以下载 做成随身碟的方法也有 都很简单 就是有空改天再讲 那用这个随身碟开机之后 它会直接跳它的Memory Text的画面 那通常你测个十分钟 如果它没有出现红字 就代表你的记忆体是OK的 如果有出现红字 那条记忆体就没得修了 就拿去换 或者重新买 然后机板就比较复杂 机板比较难测 所以通常我们就是 如果有开机没画面 这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有可能是 但是如果是一开始的时候 它连那个开机的画面 跟黑底白质的画面 都没出来的话 这个通常有可能是机板的问题 可是要有电 如果没有电 就是电源的问题 机板有可能有问题 那或者是它连硬体测试的画面 都跳不出来 那这时候就要怀疑机板 那机板比较麻烦 因为你要拔掉所有的外接的装置 然后并且你要确认 你的电源跟记忆体是好的 然后这样子再直接开机测试 那通常你的机板会坏掉 大概都是两三年以后 所以如果是这样旧的电脑 其实我会建议 如果超过两年的 就直接小升级 因为你买不到同型号的主机板 因为都停产了 所以通常我会直接做小升级的动作 那反正都报维修费 就是多买个记忆体 多买个CPU这样 那不然的话如果你花了2000多块去换一张主机板 换到的是旧的型号 那速度也很慢 其实自己是活受罪的 好 那另外如果是硬碟坏掉的话 其实状况也蛮多的 就是可能开机开到一半卡住 或是出现蓝色画面等等 那如果你电脑有装SSD 现在目前最常遇到就是那个BIOS会跳掉 跳掉就是它就不会从SSD开机 所以这时候先检查BIOS 那如果有跳掉就调回来就好了 然后在换硬碟之前 我们会先换线 有时候是线坏掉接触不良 那再来如果说 最好如果你发现它有坏轨的话 坏轨很难检查 你要用这个软体去扫 那扫通常是整天的 整天扫一颗硬碟 搞不好还扫不完 那所以我建议你如果怀疑它坏轨 或者扫出来有坏轨 那一颗就不要了 你不要再想说要节省 因为资料很重要 绝对比你在 就是把它修复好 拿来继续用可能没多久又坏 那通常我们要预防硬碟坏掉的话 我们会装类似这种东西 HDD Live 它会显示你硬碟的状况 在你的右下角 所以如果出现红色的警告的话 你就准备要备份资料换硬碟 那最好是有同步跟备份 而且使用习惯要好 就是系统碟跟资料碟要分开 那如果万一遇到要旧资料的情况 如果不是实体坏掉的话 其实你的假设只是开不了机 那通常只是你的系统层次坏掉 或系统碟开机持续坏掉 那这时候我们通常会用 EasyGo来开机旧资料 那或者是直接把它拔去另外一个电脑装 这样还读得到资料 那修硬碟现在就不要修了 因为浪费时间 然后如果你的电脑是开机固定时间 比如说10分钟它就当了 对不起再给我几分钟 固定时间就当的话 通常就是散热的问题 那这时候你只要把那个风扇灰尘清理掉 然后或者是换一颗风扇 通常就可以解决 然后如果你要比较具体知道的话 你可以先装那个测电脑温度的 刚刚那个电脑工具箱里面有 有那个测电脑温度 你就会发现那个CPU标高到890度 那个就是散热的问题 好那其他的 如果你怀疑是Windows挂掉 那简单你就用EasyGo打开来 如果它EasyGo操作起来都正常 那就是Windows死掉就重灌 好这个都蛮简单可以做测试的 那所以其实 很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搞不清楚什么东西坏掉 你就把你怀疑的那个东西 跟好的 跟别台机器好的那个东西对掉 这个我们叫交叉测试 或者把你怀疑 坏掉的那个东西 你拿别的机器好的那个东西来直接换掉 这样都是叫交叉测试的 那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好最简单的方式 好那超过时间了 我今天就到这边先收敛 好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洪生老师 那个瓦特有问说 那你Office是怎么处理 Office现在两种处理方式 第一个在我们刚刚那个Ninity那边 它有那个LibreOffice跟OpenOffice 所以你就用开放的软体 好这边LibreOffice OpenOffice 这两种选一个就可以了 公文系统用的是OpenOffice 但是我们一般用LibreOffice 那另外就是用云端Google的Office 那我们其实就尽量减少盗版的微软 他是说如果学校有那个有版权的 那怎么授权的 那就直接装那个授权的版本啊 那就没办法这样子一次装了 那个还是要分开装 他没有在这里面 好那文盛也有介绍很多 很多好用的软体 但是现在目前很多软体 都是对岸对岸装的那刚才有提到说 有一些要注意的小细节 大家可能不小心就装了 不想装的东西进去 那如果不小心装了之后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把它处理掉呢 那个通常就要很花时间去Google了 像比如说假设你的浏览器被锁住首页 或者是出现那个常会跳一些奇奇怪怪画面出来的那些 我们通常是要找这一类的软体 这个就是扫那个如丑木嘛 或者扫那个广告软体的 像你可能就要装一个这个东西或是这个 他就会去做扫描 那他发现就会帮你处理掉 那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如果你发现这两个处理不掉的 你就必须要去Google 把那个比如说Hello123 假设是Hello123 他们不能处理 你就要自己Google Hello123移除的方式 要慢慢去爬稳 那个就比较麻烦 对 所以大家在装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像文胜老师讲的 那个不应该勾的不要乱勾 对 安装一定要仔细的看 好 那文胜老师因为我还有一点时间 你刚刚那个硬体的部分 就是后面讲的 有没有需要再补充的 好 好 好 补充 对 我大概还有五分钟 你可以 好 因为刚刚你怕时间不够 对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检修 像刚刚那个 检查记忆体 检查记忆体 检查记忆体那个东西 还有 还有EasyGo EasyGo 跟刚刚那个MemoryTest R6在哪里去 记忆体 对 这两个东西 它都是需要用随声碟开机 然后直接进那个系统 而不是进到我们的硬碟的 那所以我是建议 就是如果你是身为网管的话 这个其实是一个必备工具 那它的安装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通常 比如说那个MemoryTest 186好了 好 你只要下载它的那个软体 这边都会介绍 那你就去把它下载回来 好这边 下载回来之后呢 你再下载一个安装随声碟系统的 随声碟开机系统的那个软体 比如说 以下想不起来 反正它这边都会介绍 安装随声碟开机系统 像我们安装EEGO也是用这个 它有大概三四种不同的软体 好我从EEGO那边好了 这样比较快 好你去那个EEGO的网站 它这边下载的地方 下载EEGO的地方 它这边会跟你说 这个是EEGO本身自己的 ISO档 那如果你要做开机随声碟的话 它这边有个随声碟体验 然后这边就会跟你讲 下载这一个 叫UNETBOOT IN 这一个档案 那这个档案 它可以把那些ISO档 烧在随声碟里面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可以开机的系统 这个东西蛮好用的 那包括那种随声碟开机 扫毒的系统 也是可以用这种东西来装 那它的用法很简单 你把它下载之后就打开 打开之后它就会问你说 你的随声碟在哪里 然后你要烧的那个ISO档在哪里 比如说刚刚我下载那个 假设我有下载印象档的话 你就把刚刚那个MemoryTest86的档案 在哪里把它选起来 就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呢 这边就选你的USB的随声碟 随声碟把它选起来 插上去它就会做 那你只要按确定之后 它就会开始帮你做 做那个开机随声碟 做好之后那个随声碟就可以开机 你就可以装EasyGo 可以装MemoryTest86 可以装随声碟 扫读系统 那另外如果你要玩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 它这边有一个线上下载的 你就可以不要用你下载的ISO档 你就选这个发行板 然后这边呢 就可以去选我要玩什么系统 这边各种系统都有 那像那个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拿这个东西来做那个 系统救援 就是你Windows死掉 我要救档案出来 我就用这种东西来装 那像你要装NAS或装什么 其实它都有那种随声碟就可以用的小系统 包括你用你装那个Colonela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随声碟 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用的在这边 Colonela 好 那这个部分应该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目前还没有人提出问题 非常感谢文盛今天带来的课程 非常的充实 那一样就是你课程 那个资料 那我们今天来不及上课 或是上课的时候 看得不清楚的人 他可以到哪边去看呢 我一样会把它再贴到铺浪课的社群 我的网站那边也会放 好 那到时候就请大家到我们交易铺浪课的社群那边 或是到文盛的网站去 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上课精彩的内容 那今天非常感谢文盛 那也谢谢我们今天 热烈参与的我们伙伴们 谢谢你们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文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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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 �実 Summit 参与 北cos Easy Corp Easy D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